儿子去世当天 领导竟然叫父亲回去上班 这下父亲怒了 我在火烫厂 我还你三个 我儿子没了 赶紧跟我回来知道没 想不想干了 我说我儿子没了张经理 我儿子死了 今天火化 你说我干嘛的 你干嘛呀 没完没了的 你催什么催呀 你有毛病啊 你每天从我睁眼睛就开始催我 多快算快呀 你说话 我他妈不干了 你永远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旁边聋哑的妻子看到丈夫这样崩溃 也不禁一边哭一边用手语安慰丈夫 而丈夫也知道刚才火气确实大 也连忙给妻子解释 夫妻俩只有一个孩子 如今唯一的孩子也失去了 想想是何等的心痛 就算此时情绪崩溃 那也是可以理解 在殡仪馆工作的三月看到 夫妻俩失去孩子后的状态 眼里心疼的一直泛着泪花 妻子还在比划着什么 丈夫的心情也渐渐平复下来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面临丧子之痛 还遇到这样的领导 三月赶紧安慰说 不会难看的 一点都不会 几个小时后 夫妻俩领到了儿子的骨灰 捧着自己的儿子 夫妻俩的心情跌落 谷底心如死灰 这种痛毕竟没有感同身受 站立许久之后 两人还是坐上了回家的滴室 实在想象不出一对 失去儿子的年轻父母 心中到底有多痛 自从三月入职这家殡仪馆 成为一名遗体化妆师以来 就见过许多感人的故事 也收获很多感悟 但随之而来的 还有母亲的不理解 母亲觉得你一个小姑娘家 找什么工作不好 非要找殡仪馆化妆师的工作 这将来可怎么嫁人啊 外人会怎么看你 你走到哪里 都会是别人嫌弃的对象 我就想做一份 让自己满足她 是有成就感的工作 可以吗 可以啊 那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工作呢 你干点别的不行吗 这不拍回家照也挺好的 你说这些新人 因为你有了她这一生 最幸福的日子 这不也挺有成就感的吗 无论妈妈怎么说 女儿就认定了这份工作 三月还是想过自己的人生 实在不听劝 妈妈大为恼火 鬼迷心跳了你 随后妈妈要跟她断绝女女关系 听到这里 三月都快哭了 可三月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说完妈妈就要离开 三月赶紧抱住妈妈 妈妈想挣脱 可没有成功 三月心里还是有妈妈的 只不过两人的想法不同 你放下我干嘛呀你 你现在长大了你 你什么事 你属于这样放下我 三月就是不肯放手 现在妈妈也没有了办法 只能任由三月折腾 妈妈只期待着 让她干个一两年厌倦了就不干了 但是这个职业 还是给三月带去了很多启事 有一天妈妈去给人婚礼设想 三月正好去婚礼现场找她有事 可是婚礼在进行中时 新娘突然摔倒 新郎指责新娘干啥啥不行 摔跤第一名 这让新娘气个半死 就是你的问题吗 你这么一天 我去 你一走 好好的婚礼搞成这样 两个新人闹得特别不愉快 新郎指责新娘 非要搞什么草地婚礼 现在摔成什么样了 为此新郎还去找过风水大师 说这酒店的风水是最好的 新人在帐篷里吵翻了天 此时三月找到妈妈 两人还在为前几天的事不愉快 两人几句不和 就因为遗体化妆师这个事情发生争吵 然而就是这个时候 争吵声被里面的新郎听到了 谁在冰管做化妆师 你谁啊你 他说他的冰管化妆师 没有没有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化妆师 你画呢 哎 怎么了 哎 这怎么回事 你才这么回事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新郎很激动 把这一天的不顺全部归咎到女孩身上 恨不得打三月一顿 好在有继父挡着 三月继父被推嗓撞到树上 有人受伤 新郎就当这是扯平吧 尽管发生这么多 三月还是没有放弃这份工作 也正是这个原因 他又目睹了人间的许多悲欢离合 这个小伙叫魏宁凯 23岁大学毕业 他是他们那个小村装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毕业后他就留在城里的一家私企工作 一直以来 他都是父母在村里面的骄傲 是亲朋好友嘴里别人家的小孩 城里虽好 但巨大的工作压力 常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你的方案我看了 没创意 重新做 今晚叫 每当压力大的时候 他就会去收拾收拾办公室里的那些绿植 他很喜欢植物 办公室里的这些都被他照顾得很好 就连同事都说 当年选专业他真应该去学园林 魏宁凯苦笑着说 他也想啊 可妈妈觉得学园林没前途 要他学一个好找工作的专业 和阳光健康的朋友圈不同的是 魏宁凯另一个备用手机的朋友圈 却显得忧郁而又迷茫 直到一场费病的道来戳破了他的伪装 加剧了他完美生活的崩塌 从此魏宁凯的生活被一分为二 外表光鲜亮丽和内心的忧郁不安 同时混乱地存在他的身上 为了遏制病情的发展 他必须服用大量的药物 而副作用却令他头脑昏沉精神恍惚 于是他被迫选择辞职 但是辞职后的生活 常常让他感到迷茫和不安 他活得越来越空洞 他昏昏沉沉走向马路中间 一辆面包车刹不住 魏宁凯就这样走了 爸妈看着儿子的遗体裤的撕心练肥 哭成了泪人 他们守在儿子的遗体旁 回忆着与儿子的往事 妈妈从小就要求魏宁凯要懂事 魏宁凯六岁生日那天 爸爸妈妈带他去商场 让他挑自己喜欢的生日礼物 一开始他看中了一个游戏机 正要拿起来的时候 看见爸妈的眼神 他又放了回去 随后转头就跟爸妈说 他想要一本唐诗三百首 爸妈一听就笑了 一个六岁的小男孩 想要的生日礼物 竟然是一本唐诗三百首 爸妈特意告诉那些亲戚朋友 他们都说 孩子长大了肯定有出息 都是一本唐诗三百首 妈要你懂事儿座執 要你勇敢 要你出令同地 要你毕竟的往上话 妈就是没有你 怎么做个小孩啊 你从来都没有任性过是吧 齐磊儿子 咱齐磊儿子 咱齐磊儿 任性一把 满意你 一个月后 妈妈拿到了儿子出车祸室摔坏的手机 现在已经修好了 妈妈哭着说 手机摔得这么碎都能修好 要是人也能修好就好了 没意会 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喂 您好 请问您是魏宁凯吗 不是 我是她妈 您好 麻烦您转告一下她 她之前面试的园艺师通过了第三轮面试 已经被我们公司正式录用了 妈妈听着就慢慢颤抖起来 对面不知道儿子已经去世 还要不磨碎 痛过别人试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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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还要不磨碎 你都不会磨碎 你都不会磨碎 还要不磨碎 你都不会磨碎 你都不会磨碎 是谁就不磨碎 我 你都不会磨碎 也许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 他已经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的人生简单而平静没有遗憾